今天来装这个小米空调啊 这是两匹的两匹的米家的空调啊 装上看看一下个锈果怎么样 这是一个外积 小米的外积 这个是它的一个主机就是挂机啊 室内的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锈果怎么样 选择小米还是觉得小米这个大公司吧 就是它现在做的比较好 互联网公司 然后东西还是比较全面的 虽然知道是代工的 但是呢 质量也不会太差 主要是功能性还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呢 就是我喜欢那种 那个用手机油控啊 就它就可以自动的启动 比如说我去工厂的时候 我这个是装在工厂吗 工厂的时候我在家出发之前 我就先把它打开 然后到了工厂它就 很快就凉了 所以呢就不用等 我算了一下 我算了一下三十平方的 应该就用这个两匹的好 三十平方的一个房间 本来是想用一匹半的 但是觉得 我觉得还是用这个好吧 来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啊 看一下安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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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空调已经安装好了啊 那个 装起来还是蛮漂亮的 我们现在开启看一下这个锈果 它的油控器蛮高档的 反正拿到手里面特别有一点有那种 嗯 手感特别好 好 这是变频的空调 看一下这个外机 现在外机都是用那个不锈钢的夹子 这是不锈钢的夹子 呃 我这里是四楼啊 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高空作业会的啊 呃 呃 我们这边是四楼 按那个买的时候 它有一个表格 说是四楼到十五楼之间 呃 需要收取这个 嗯 高空作业会 好像是几八十还是一百 都 忘记了 呃 但是这个师傅来之后呢 他没有提到这个 问题 啊 他只收了我那个 不锈钢架子 八十块钱 加上一个 插头 加上打了个孔啊 这个打孔 这后面打了一个孔 是是五三是 好像是五十六十 呃 呃 就是这费用总共付了 加上一个插头 他那种小米的 他说两两匹以上的 那个 没有配这个插头 就是上面这个插头 三九插头 呃 总共花了一百三十五块钱 嗯 呃 这空调还是蛮好的 嗯 嗯